陷阱局刑警大队日前借货民众报案 有不法业者在花莲市和吉安地区开设手机行 以免卡分期买手机为幌子 重释放高利贷不法行径 警方货报之后 持搜索票前往店家来搜索 具体书信留信两名犯贤 并查扣了手机笔电和备汉人签署 借款切结书等证物 依照相关的罪嫌一送法办 陷阱局刑警大队 写政客队日前借货民众报案纸圈 在吉安祥自立路 以及花莲市中华路上的两间手机行 在网路上张贴买手机免卡分期来揽客 实际上却是已贩售手机 并协助客户向贩款融资业者 申办高额利息借款 在贩款业者贩款后 以低价方式向客户购回手机 再转售他人谋取不法利益 并让被害客户背上了高额借贷 警方日前持搜索票前往店家搜索 居提苏信留信两名犯贤 刑警大队柯针队接获勤资 发现有不法的手机通信行 在花莲及吉安地区 与无卡申办行动电话分期付款广告 来吸引顾客 再以提高消费金额 帮顾客办理贷款 或者是办理吸甲的行动电话贷款后 换现金 实际上并没有行动电话买卖的事实 等不法方式来进行诈骗 每件的诈骗贷款中 获取新台币六千到两万元不等的金额 案经本级行李大队柯针队 收证相关的证据后 在花莲地检署指挥之下 在今年5月21日执行搜索机体 机体不法成言书信等主嫌两人到案 查扣涉案的手机笔电切结书等相关的证物 全案一诈欺重力及伪造文书等相关罪嫌 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来侦办 警方强调一般业者法定约定利率上限为16% 但不少广告宣传刊出总费用年百分率却超过上限 也提醒民众尽量找有心用的银行 以降低被骗的风险 记者综合报道 指定 라는orden 存 validity 们都带了 メ인